就在英格兰足球队在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即将迎战荷兰时,威廉王子因繁忙的公务不得不缺席这一关键时刻。 作为英格兰足球协会的主席,威廉王子对英格兰队的关注无人能比,他的缺席无疑让无数球迷感到遗憾。 作为王室成员,威廉王子的日程安排总是一场紧凑。 上周六,他还在紧张的四分之一决赛点球大战中为英格兰队加油助威。 然而,本周三对阵荷兰的半决赛,威廉王子却不得不因为工作原因缺席。 在英格兰半决赛前几天,威廉王子访问了位于威尔士北部安格尔西的皇家空军古基地。 威廉曾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飞行员,并在这里获得了宝贵的搜救经验。 这次访问不仅是对曾经占有的关怀和感激,更是履行他作为皇家荣誉空军准将的职责。 本月早些时候,威廉与父亲查尔斯三世国王一起访问了苏格兰,参与皇家州活动。 作为最古老和最尊贵的祭旗士团的新任皇家骑士,威廉承担了重要的仪式职责。 从游行、会议到举行新成员入围典礼。 这一周的活动既有意义深远的时刻,也有繁琐的传统礼仪。 除了繁忙的公务,威廉王子还肩负着家庭的责任。 作为凯特王妃的坚强支持者,威廉一直在他进行癌症治疗期间陪伴左右。 尽管凯特希望在感觉好些的时候能够在夏天露面几次,但治疗还将继续数月。 威廉以同情和鼓励的态度支持着凯特,这也使他的时间安排更加紧张。 虽然无法亲临现场观看比赛,威廉王子仍然可以通过现代科技远程观看和支持比赛。 他将和成千上万的球迷一样,坐在伦敦的位置上。 紧张兮兮地等待比赛的结果,科技的发展让他可以通过直播观看比赛,感受现场的激情和紧张。 即使他更希望能亲自到场与球迷们一起欢呼或失望。 在这次欧洲杯中,英格兰队表现出色,他们的进攻和防守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 主教练加雷斯·索斯·盖特带领的球队展示了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技战术水平,这让球迷们对球队充满信心。 威廉王子也是球队的铁杆球迷,他无一希望看到英格兰队继续前行,争取更好的成绩。 半决赛中,英格兰队将面对实力强大的荷兰队,荷兰队在本届欧洲杯中同样表现出色。 他们的进攻犀利,防守稳固,是英格兰队的一大劲敌。 这场比赛将是一场硬仗,英格兰队需要全力以赴,发挥出最佳水平,才能战胜对手,进入决赛。 与此同时,威廉王子最近的访问引起了巨大轰动,不是因为他的王室身份, 而是因为他成功地让他的弟弟哈里王子再次成为了众人嘲笑的对象。 威廉王子前往了威尔市的安格尔西的皇家空军古基地,在那里,他曾担任搜索与救援直升机飞行员三年。 对于哈里来说,这次访问无疑是对他昔日美好时光的无情鞭吃,提醒他如今失去了多少荣誉和地位。 据知情人士透露,威廉这次访问是为了庆祝自己作为皇家空军古基地荣誉空军司令官的新角色, 而这个角色恰恰戳中了哈里的痛点,因为自从他放弃资深王室成员职务后,就被剥夺了所有的荣誉任命。 消息人士向小报透露,威廉的最新举动让哈里想起了他的美好时光, 未来国王的最新举动可能让哈里热泪盈眶,这无疑是对哈里的另一剂重击。 仿佛在提醒他你已经不再重要了,尽管兄弟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愈加紧张, 但他们曾在军旅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 然而,哈里曾经引以为豪的军旅生涯如今成了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痛, 他曾两次参加阿富汗的战斗任务,并未在英国军队服役十年感到无比自豪。 然而,放弃皇家海军陆战队总指挥, 拉赫宁顿荣誉空军司令和皇家海军小型船只女潜水作业荣誉舰队司令的职位, 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根据《自由的选择》一书的作者卡罗琳·杜兰德和奥米德·斯科比的说法, 离开王室工作意味着哈里不能再穿着军装或使用他以前的头衔, 这是让人沮丧的打击。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一举动是梅根看到哈里经历的最痛苦的一次, 这让哈里感到情绪激动。 所以,当威廉王子光鲜亮丽地抵达皇家空军古基地, 享受特权和怀旧时,这无疑会引起哈里复杂的情感。 威廉在访问中展现出了与他的皇室角色相符的热情, 好奇心和谦卑态度,同时也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普通人的一面。 他合影留念,似乎渴望与基地上各级军衔和角色的个人建立联系。 然而,威廉对他生活中一个定义性章节的回忆之旅, 对哈里来说肯定是苦乐参半的。 虽然他们现在相距千里,各自有自己的道路, 但兄弟之间因为军队服务而建立的情感纽带仍然存在, 即使只存在于记忆中,也许在时间和疗愈的过程中, 威廉的这一举动能够给哈里带来微笑, 正如对更快乐的日子和他们曾经自豪地捍卫的事物的质疑一样。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距离公主安妮那场令人震惊的马术意外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这位坚韧的皇室成员仍在康复中, 作为英国皇室中最勤奋的一员, 公主安妮无疑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到她紧张的公开活动日程。 然而,在她休养的这段时间里, 她的丈夫已经相伴超过三十年的副海军上将蒂姆·劳伦斯爵士挺身而出, 完美地代替了她的职责, 展示了每个伟大女性背后都有一个同样支持的男人。 在最近几周里, 劳伦斯爵士不辞辛劳的代表安妮出席了一些备受关注的活动, 证明了她无退于皇室成员的称号。 上周二, 这位69岁的退伍军人与新闻主播一同登上了皇家工程学院年度颁奖晚宴的舞台, 身穿海军正式制服的劳伦斯爵士与克里斯南一起优雅地宣布获奖者名单, 展现了她的镇定自若。 任何普通人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推到如此重要的角色中, 都会感到恐惧和焦虑, 但劳伦斯爵士在皇室的鱼缸中度过了几十年, 从容应对一切, 她无疑希望妻子尽快康复, 但她在履行她的职责时却毫无怨言, 作为一个真正的伴侣, 她展示了支持自己的另一半意味着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优雅地承担额外负担。 消息来源称, 73岁的安妮在她的格洛斯特郡庄园盖特科姆公园的家中继续康复, 此前她因马术事故而被送往医院, 经过初步治疗和观察后, 医生认为她已经足够好, 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休息, 安妮在日常骑马活动中受到了一些撞击, 头部受伤与马头或马腿的冲击一致, 暗示可能是一个不幸的半岛或受惊。 公主安妮的女儿扎拉廷德尔也去医院看望了她的母亲, 毫无疑问分享了鼓励的话语和她自己过去和现在马术冒险的故事, 作为一位获奖无数的马术运动员和奥运奖牌得主, 扎拉深知马术运动的职业危险, 她对母亲充满了同情和理解, 安妮的儿子彼得菲利普斯一直忙于各种夏季活动, 如英国大奖赛, 整个家族无一准备好在母亲需要的时刻团结一致, 公主安妮因她对职责的承诺而备受赞扬, 即使进入七十岁, 她仍然每年致力于数百场公开活动, 担任许多赞助机构的重要角色, 但正如最近发生的这次意外所显示的那样, 即便是最坚韧的皇室成员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 安妮虽然在面对逆境时毫不退缩, 但她也知道何时需要暂停并听从医生的建议, 在悠闲的康复过程中, 安妮无疑会对生活在快车道上的医生感到厌倦, 幸运的是, 她的盖特科姆庄园提供了需要的田园逃离, 让她在田野和花朵的包围中恢复, 而不是摄像机和人群的包围中, 虽然骑马活动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限制, 但这个乡村环境将让安妮想起她对马术的终身热爱, 毕竟, 正是通过骑马, 公主在1976年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障碍赛中, 首次赢得了名声, 公主安妮在70年代国际赛事上赢得的金牌和银牌表明她本人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 她为皇室参与体育活动树立了榜样, 对潜在的淑女限制毫不在意, 这是她与女儿渣拉共同的爱好, 渣拉在自己的骑马生涯中取得了冠军和奥运会的成功, 母女二人对马术的共同热爱显而易见, 渣拉的陪伴和她最近比赛的故事为安妮的康复提供了令人欢迎的分散注意力的方式, 虽然现在遵守医生的指示, 但公主安妮的坚毅和保持冷静并继续前进的态度显示, 她将很快重新充满活力地回到工作中, 目前代替的蒂姆·劳伦斯爵士证明自己完全能够胜任填补需要的角色。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